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上星期和上星期分別講過 二維的作圖和三維的作圖 今天我們來看看MateLab對於一些 比較特殊的圖形 要怎麼把它畫出來 這類特殊圖形很多 包含你要畫它的 譬如說等高線 要畫它的向量長的圖 還有畫它的長條圖 或是圓柄圖等等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是長條圖 長條圖是最簡單的 就是說你給我資料 譬如說這個x等於13452 那我就利用一個卡面叫bar 就把它畫出來 那這bar當然指的就是長條圖的意思 那就13452分別1345 高度就是13452就把你畫出來 那這個特別是用於少量的資料 如果資料量很大的時候用長條圖呈現出來 就仿佛就變成一條曲線一樣 那就還不如用圓線的方式來把它畫出來 那我也可以接受矩陣 它是一個矩陣 譬如說在這裡x等於2345712321 23457是第一個橫列 那12321是第二個橫列 那你把它一樣用bar的指令把它畫出來 你會發覺它把第一橫列 有沒有23457 它就畫到這裡 這邊就是第一橫列 好 然後12321就是第二橫列 好 那這個應該是很直覺 好 那麼另外一個指令叫bar h 加一個h呢 h是什麼 h這個英文是什麼意思 horizontal就是水平的意思 好 考試會考 要記住喔 h就是horizontal 你才知道它的命令 就是比較容易記下h代表什麼意思 bar h的指令可以畫出水平的長條圖 好那這邊當然就是各位可以自己去試看看 那麼另一種功能是我可以把它堆疊起來 多加一個x 這個跟前面一樣 那我加一個stake stake就是把它疊起來 所以原先是23457 所以這邊是23457 那這邊12321就是12321 用堆疊的方式來呈現 看 就是完全看你希望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 那麼就可以下不同的指令進去 那麼我們也可以用bar 3加一個3呢 就表示畫在三度空間中 bar 3就可以畫出立體的長條圖 那這裡你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23457在這裡 23457 12321 12321 這樣就可以畫出立體的長條圖 在meta指令裡面很多呢 我們圓形的指令 譬如說plot 那後面加一個3 叫plot 3 加一個3就表示在空間中做圖的意思 針對三度空間中來畫圖 來畫曲線 只要後面加一個3就可以了 像這個也是一樣 bar變bar 3就變三度空間中來畫長條圖 那你也可以把它group起來 你下一個group 那就是第一橫列把它放在一起 第二橫列把它放在一起 那就呈現一個用群組的方式來呈現長條圖 那這裡就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平面就是我們要畫垂直的長條圖 你用bar是畫平面的長條圖 用bar 3是畫立體的長條圖 那你要畫水平的長條圖是bar edge horizontal的意思 畫平面 bar 3 edge就畫立體的水平長條圖 所以這應該很直覺 很容易看得懂 好 我們舉一個範例 這範例我要畫出來信竹式的平均溫度 那我假設月份是從1月到6月 那這邊溫度我當然是假的 這不是真的資料 那假的資料我就35乘以rmd1到6 那rmd1到6就會產生長度為6的向量 那裡面的值都介於0和1中間 那乘上35的話 它直接介於0和35度中間 這看起來比較合理一點 那我xlabel就是月份 ylabel就是平均溫度 平均溫度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向上的箭頭 打一個小圈 向上的箭頭就表示說 我後面這個東西要把它變成上標 度c 那個度就會跑到上面去 打一個圈叫度 然後下面這個指令呢 將x的數字改成月數 比如說原先123456 我把它改成1月2月3月4月5月6月等等 所以畫出來的圖就會類似是這個樣子 這邊是平均溫度 這邊這裡有一個度c 看幾度c 那是月份123456 那這樣畫出來就是它溫度的長條圖的分波 那另外一種圖叫面積圖 面積圖它就是利用面積把你堆疊出來 假設我們在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假設這邊分別是 十年來清華大學大學部的人數有多少個 研究所教職員人數有多少個 那我當然這裡是假的資料 所以是RND13 就10乘3的矩陣 那我把它乘上100 然後y是1到10 假設有10年 那我用comment叫area areaxy 就會把它畫出來 那這邊有三個直行嘛 所以你可以想像 第一直行就是在這裡 深藍色這一塊 第二直行就是綠色這一塊 所以這叫面積圖 這也是用不同的方式來呈現資料 那你要看整體的人數 整體的人數就是加起來嘛 它是最高 這邊就是整體的人數 這邊就是整體的人數 那個別的人數呢 譬如說這邊是教職員人數是這麼高 這麼高 到這裡其實這邊的人數和這邊的人數是差不多的 沒有怎麼變 那整體的人數下降了 因為這邊也下降 這邊也下降 所以整體的人數是從這邊掉到這邊 當然這是假的資料 但是這樣畫下去 好像清華越來越萎縮 人越來越少 這是假的資料 所以這是一個面積圖 使用面積圖來呈現資料的方式 好 再過來PyChart 這個叫圓柄圖或叫扇形圖 意思都一樣 那扇形圖就是說 你按照它的比例把它切出來 好像一把扇子一樣散開來 但是讓它這個圓柄圖把它切開來 英文叫PyChart 因為Py就是做的蛋糕 就叫Py 所以它叫PyChart 那第一個翻例 你看我們假設x是2 3 4 5 那我就把這圓柄圖 分別把它切開來 按照它的比例來等分 圓柄圖是360度 那根據這2 3 4 5的比例來等分 那2就會在這裡 3 4 5 那我可以加上它的Label Label的分別 假設 我這是隨便標 東南西北 它會東南西北 標到這裡 用Py送給它x 送給它Label 它就可以把圓柄圖畫出來 我們常常看什麼人口的分佈 或是學生組成的分佈 都是用圓柄圖來呈現 那如果我們送進去x的值 它的總和小於1 它就會直接把它看成是百分比 所以0.21在這裡 0.14在這裡 0.38在這裡 剩下它就不畫 這是一種叫做不完全的扇形圖 因為它假設你送進來 只要裡面的元素總和小於1 它就假設說裡面 你放的就是一個比例 根據這個比值 把這個圓柄圖畫出來 你可以把圓柄圖 有時候要強調某幾塊比較重要 你可以把它拉開來 像這裡 就是像這裡 我一樣2.354 2.354在這裡 但我設定有幾個要explode explode就是爆開來 把你拉開來 這邊1.100對應到2.354 表示2.3這兩塊要把它拉出來 5.4這兩塊不動 那你把explode這個殘數一起送進來 你就看到這兩塊就被你拖出來外面 那這兩塊保持原來不動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logical variable 就是設定有或沒有 1就代表有 我要把你拉開來 0就表示沒有 我還是放在原來的位置 我這些都蠻直覺的 所以我就很快講過一遍 各位了解就可以了 那講到三度空間中 我們剛剛講過了 碰到三度空間中就加一個3 那這裡也不例外 原先畫圖是pi 那現在碰到三度空間中就pi3 所以x2.354 explode一樣跟前面1100 label也給你了 所以x,explode,label 一起送進來 它就畫出這樣的圖出來 這是2,3,5,4 2和3就把它拉開來 拉到外面 因為explode設定這兩個 是要把它拉出來 好,再會看針頭圖 這邊我們就是很快速的介紹 MateLab各式各樣 除了基本的二維繪圖 三維繪圖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繪圖 針頭圖 英文叫stemplot stem是一根樹枝的意思 叫一個stem 翻成中文叫樹枝圖 聽起來怪怪的 我就翻成針頭圖 這樣比較像一根針插在上面 針插在針線包上面 功能也是很簡單 也是一樣 給一個t t是從0到4π 每次跳0.2 y是cost 點乘exponential-5t 這不用講 這是算cos函數 這是一個exponential exponential就是指數函數慢慢decay 越來越小 你把它點乘了一種 這邊是一個向量 點乘就是元素對元素的相乘 成完之後把它畫出來 就出現這樣一個圖 如果沒有乘上這個exponential 各位可以想像 它就是一路震盪 下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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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余懸波 你看乘上一個exponential 它的幅度就會越來越小 你送到stem裡面 它就把你畫出來 就畫出一個針頭圖出來 一個一個針插在上面 我想這邊各位應該都沒有問題 有問題還是麻煩各位隨時舉手發問 這種針頭圖 特別用到數位訊號處理 我們常常用數位訊號處理 都要為了表示說 這個值不是連續的 在時間軸上面 它這邊有值 下一點就跳到下一個時間點有值 所以在數位訊號處理 DSP裡面常常用這樣來畫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加一個選項叫fear 把fear的送到後面 它就會畫出十星的針頭圖出來 好 這個就比較有趣了 你可以畫出一個十星的針頭圖出來 現在呢 我可以用stem3加一個3 就表示說我要畫出三度空間中的針頭圖 那一樣你給我x座標 y座標 z座標 我就幫你把針頭圖畫出來 那在這裡呢 你可以想像嗎 這個圖是怎麼畫出來的 這個要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說 我的sida是從負拍到拍 所以如果你把圖畫出來 那sida是從負拍到拍 所以是從這裡到這裡 繞一圈 從這裡開始是負拍 繞到這裡是π 繞到以後呢 我假設x是cosθ y等於sinθ 所以xy都是在上面 密密麻麻點出來的值 x這樣繞一圈 y的值也是這樣繞一圈 所以x是從這裡跑到這裡 y的值是從這裡跑到上來再下來 所以就得到xy的值 接著我要畫它的高度的值 它的高度等於 它的高度是cos 先看前面這個 這是cos3θ cos3θ就是上上下下 因為它從負拍開始 從這裡負拍開始 但乘以3變cos-3π cos-3π的值是多少 是不是負義 對 cos圖記得吧 cos圖是這個樣子 像是一個周期 從這邊到這邊是2π cos0度的時候等於1 疊一下一個周期 下一個周期是到這裡來 所以到這裡就多加一個 假設這裡是π 所以到-3π的時候 cos只是等於-1 -1呢 你做什麼事呢 你取絕對值啊 取絕對值啊 所以它的高度呢 會是在這裡 對 這是它的高度 在這裡 然後你絕對值呢 然後接著呢 你就開始乘上exponature exponature的這個值呢 θ除以3 再取它的絕對值 再取一個負數 所以θ如果大於1的話 乘上這個東西就會變小 所以θ是從這邊最大 這邊最高 然後慢慢慢慢滴下來 滴到這裡 這邊最高 然後慢慢慢慢滴下來 滴到這裡 所以你會發覺 這邊最高 慢慢滴滴滴滴滴下來 滴到這裡 這裡最低 這裡最高 慢慢滴滴滴滴下來 滴到這裡最低 所以就畫出一個 這樣的一個黃觀圖出來 那因為乘上3θ 所以它會震盪好幾次 會再震盪 總共幾個波峰 1 2 3 4 5 6 6個波峰 原先呢 如果沒有乘上3的話 應該只有兩個波峰 因為你取了絕對值 所以應該只有兩個波峰 但因為乘上3倍 它就整個波峰的個數 就變3倍 所以出現6個波峰出來 所以就畫出像一個黃觀 類似一個 比如說學美小姐戴的黃觀 長得就類似這個樣子 那學美小姐戴的黃觀 可能上面還有很多箱 很多鑽石 我們這邊是沒有箱鑽石 所以這個圖形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大概知道它是怎麼畫出來的吧 所以考試可能會考試 我長出這樣的圖出來 請你把方程式寫出來 就是逆轉回來 就是說這樣一個圖 請問大概要怎麼產生啊 那你就想看看 稍微推導一下 怎麼把它產生回來 所以這是各位要了解的地方 當然這裡是比較簡單 你知道方程式 你可以慢慢想它是怎麼長出來 但如果有MateLab 就更快丟進去答案就出來了 但有時候是讓各位 要腦筋轉一轉去想說 這樣的圖形 我的方程式大概是怎麼樣 可以把它長出來 那有關於這個圖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看最高點是在1嘛 有沒有 最高度 在1這裡 那原先cos3θ 從這裡開始 應該高度也是1 但是因為乘上後面這個東西 從高度1被壓下來 這邊高度是1 然後慢慢變小 變小 變到這裡 這裡是慢慢變小 變小 變到這裡來 就是因為後面有乘上這個 這個指數函數的關係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些都是基本的函數 所以各位一定要了解 並沒有太複雜的東西 但是它的組合就會出現無窮的變化 就會長出各式各樣的圖出來 另外一種圖叫階梯圖 階梯圖是可以畫出類似階梯狀 就是一個某一點的值到下一個值 變化中間它先畫平的 譬如說這一點的值是這麼高 那到下一點的值在這裡 它就幫你拉平 這一點的值在這裡 那下一點的值在這裡 它就幫你拉平 拉下來拉平拉下來 所以就得到一個階梯狀的圖 那有時候你在 如果各位有些數位訊號處理 這種做法叫做zero order hold 就是全部拉一個水平拉過去 叫做zero order 如果是first order的話 就是拉直線拉過去 拉就是非水平的 可能是一個斜線斜直線 那通常這種水平的方式 就叫做zero order hold 那你可以把這些針頭圖把它疊上去 這樣看起來圖就會更清晰一點 你會發覺一個針頭圖 譬如這個值 這一點的值是在這裡 這一點的值在這裡 下一點的值在這裡 它只是把它拉過來 再拉下來 拉過來再拉下來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你先用stairs把它畫出來 hold on 保留舊圖形 把stem 針頭圖把它疊上去 再hold off 就得到這樣的一個圖形出來 好 有時候我們希望把圖形呢 把它塗上顏色 那塗上顏色呢 它用command叫fier fier就把它填上去 所以這是x從 t從0到4π每次跳0.4 然後y呢是sin t 再乘上exponation 這也是一個遞減的函數 本來如果沒有乘上exponation 它也是上下一路震盪 乘上這個東西 它就慢慢遞減下來 那我要fier什麼顏色呢 我用v代表blue的意思 就把它整個圖疊出來 那你也可以把它加上去 我可以先用黃色畫上去 然後再把針頭圖疊上去 這樣得到效果 我感覺是更好看一點 那你知道每一個值是怎麼對應的 那同時有顏色在背景 看起來比較清楚 比較不同的視覺的效果就會出來 這個就有點複雜了 這個要稍微說明一下 那麼我們剛剛講這個是fier fier就是畫出二度空間中 二度空間中的顏色 再過來fier3 fier3 這就是 在三度空間中要把一塊區域給填滿 那這個範例跟各位課本上 我課本上寫的範例有點不太一樣 我課本沒有把color bar給打出來 但我發覺color bar不打出來不好解釋 所以我新的投影片上面就只有加一個color bar在上面 就把這color bar整個打出來 那這要怎麼說明呢 這裡只是表示說 你看我這代表x座標 y座標 z座標 分別代表三個座標 那每一個座標有四個元素 代表我總共有四個點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直的看 這樣000看起來是第一點 011是第二點 11是第三點 100是第四點 所以000在哪裡呢 在這裡 這一點是000 那011在哪裡呢 01就是x座標等於0 y座標等於1 z座標也要等於1 所以01跑來這裡 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是111 三個座標都是1 在這裡 這是第三點 然後第四點是100是在這裡 所以我等於說 我把四點定義出來了 我要在這個四點裡面 fier 塗上顏色 那我要塗什麼顏色呢 我塗的顏色呢 這是我的顏色值 第一點我要塗的是0 第二點塗0.3 第三點塗0.6 第四點塗0.9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說我第一點要塗的是0 就對應到我的color bar 裡面是最下面的這個顏色 每一個圖都有一個 這個預設的色盤矩陣 有一個color bar 那不管你的color bar是什麼 在這裡我的color bar 這預設的color bar 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我把它畫出來 所以我第一點要塗的是0 在這裡 是這個顏色 第二點呢 我要塗的是多少 0.3 0.3在哪裡 0.3在這裡 是這個顏色 所以你可以發覺說 這一點的顏色有沒有 這一點的顏色 就是我這邊0.3的顏色 那第三點我要塗的是0.6 0.6 這一點 0.6在哪裡 在這裡 是這個顏色 所以這個顏色對到這個顏色 那最後一點呢 我要塗的是0.9 在這裡 0.9 我這邊塗到0.9 那中間呢 我就去做內插 就做線性的變化 從這個顏色 這是從0.9慢慢變到0.6 這是從0.9慢慢變到0 從0慢慢變到0.3 顏色都漸進了 那重點再去做內插 那我送進去 直接把它畫出來 所以把X座標 Y座標 Z座標送進去 把C顏色一起送進去 它就畫出這個漂亮的顏色出來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變一下 我們來試看看 V301 好 它畫出這個圖出來 我是可以直接改變它的Color Map 譬如說我改變成 酷 酷還看不太出來 它顏色也是漸進的 我記得有一個顏色叫 PRISM 類似三菱鏡 把顏色全部拆開來 你看你就得到這樣的顏色 所以根據不同的Color Map 你看這個Color Map 是紅、塵、黃、綠、藍、電子 紅、塵、黃、綠、藍、電子 它要一度重複下去 所以其他中間全部都在做內插 那這裡是 這裡是從0到0.3做內插 所以是從0到0.3在這邊做內插 所以變化 顏色變化還比較少 這邊是從0.9到1在做內插 0.9到0在做內插 0.9在很上面 到下面是0 所以這邊有很多的顏色 一路變一路變 所以就出現這邊很密集 顏色變化很密集 那這邊變色變化就比較沒有那麼密集 所以這就是有關於 我們怎樣把一個patch 就是把一塊 這就是我前面講的在畫瓷磚 一個瓷磚給你 你定義四個角的顏色 它就可以整個幫你塗出來 我們畫的Service 日常就一個瓷磚一個瓷磚 一路把它疊上去 它就可以把整個曲面幫你畫出來 來 同學 但是宗族如果用Service的話 其實也可以 就覺得就有這種效果 用什麼 用Service是不是 用Service就有這種效果 恐怕不太容易 你試看看 因為 Service就是在裡面 對 你用Service在畫的時候 它是根據它的高度 在決定顏色 有沒有 那這裡不是 這裡是你可以指定四點的顏色 然後中間全部用內插幫你做出來 那當然我們前面講過 你一個曲面顏色 你可以用其他方式來指定 那Service Service是比較高階的命令 因為你就給我很多資料 我就幫你畫出來 那這個是很低階 就是 細到一直降到說 對於一塊瓷磚你要怎麼畫顏色 你就可以這樣一塊一塊 類似這樣子把它畫出來 那這邊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看下面這個範例 這個看起來又更複雜一點 這邊就是 先看T T是一個角度 它角度總共 我們把圖畫出來 這個T角度是 從16分之2π就是8分之π 8分之π就是22.5度 它是類似一個八角形 我大概畫的是這個樣子 這個T分別在這個角度 第二個是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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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路繞過來 那總共有長度是 在這裡 總共有 T的長度應該是8 那麼Sine T呢 就是它的Sine的值 所以任何一點 譬如說這一點 這一點是XY 那XY就等於Sine T Cosine T 抱歉寫丁倒了 Cosine T Sine T 那在這裡 這個T值的是這裡 那T一直在變 一直在變 所以你X值就 好幾個值 就一路出來 所以你就開始把 X值是從 如果从这里来看的话 x的值是从这里到这里 它对应的x值 那y的值也是一样 绕一圈跟这一样 但是这里我把y除以 把它除以根号2 所以y的值就变小了 那z的值呢 跟y的值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得到效果呢 就是 x先开始下面这一片 被叠到下面这一片 下面的x值呢 分别是 你可以看到它绕一圈 可以到x 但y的值呢 它除以根号2 所以整个就变窄了 有没有 因为它把它立起来 就变窄 那z的值呢 也是把它立起来 所以就变窄 所以呢 画出来的第一个图 有没有 这个东西画出来的第一个图 就是后面这个曲面 不是曲面 是一个平面 就是一个八角形的平面在上面 那接着呢 后面这个图呢 第二个图呢 它不是把x 除以根号2 那x的值 这边是x轴嘛 如果你把它放平的话 它是比较长的 你把它除以根号2 就等于把它拉高 那整个就缩短了 那y的值是没有变 y的值是正常的 那它的高度呢 是跟x是一样的 所以你就得到 这个八角形 正八角形在上面 那它颜色呢 颜色呢 我就直接设成 看t的值有几个 就从0到1 用linear space把它拉开来 所以分别是 从0到1 然后切成 切成 就第一点是0 从最小时 0开始 所以第一点颜色应该是在这里 0 然后到这里 绕一圈到这里 到这里变成 1 不过这个好像跟我想象不太一样 1是跑到哪里去了 应该是看后面那一片 不过前面这片也应该是一样啊 这个各位回去可以帮我一起想看看 所以它的颜色值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 颜色值呢 是0 然后一路绕到1 切成八等份 然后分别把颜色这样一路把它涂上去 所以整个画出来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就是两片正八角形 然后一片是摆这个样子 那另外一片是摆这个样子 画出来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但这边 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的课本 课本里面的图 我抱歉有改过 课本的图 最早早前面画的时候呢 这两个面呢会交叉 会一个插一个 那看着效果好像一个箱在里面一样 但最后来的结果呢 是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这不是 这不太像实际的情况 所以真正要画的时候 会有一片 这两片互相交叉了 插在里面 但在这里它没有显示出来 它只是把它叠上去 另外一片再把它叠上去 所以你看不出来交叉的情况 所以这是你要比较 注意要小心的地方 这个图有没有什么问题 起码你要知道说 第一个图对应到哪里 第一个东西送进去 这个画出来是什么图 这个是后面这个图 那第二个东西送进去 画出来是前面这个图 起码你要知道 要区分出来它两个图 是坐标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再过来是画向量场 向量场就是可以画出一个 你可以画等高线 等高线呢 每一个区面上会有一点 它的X 坐标跟Y 坐标 那以及它的斜率 各位学维基分就有学过斜率 那斜率呢 因为它是 XY 的函数 你可以对 X 为分 得到 X 方向的斜率 再对 Y 为分 得到 Y 方向的斜率 这两个斜率合起来 就是我们的 T 度 叫做 gradient 这叫 T 度 有没有 gradient 如果简单的讲 gradient就可以定义成 假设 Z 等于 F X Y 我们定义 gradient 是写成这个样子 规点力或是写 gradient F X Y 就写成 它是一个向量 对 X 的微分 对 Y 的微分 偏微分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就是对 X 微分的时候 是 Y 是固定的 Y 切刀下去 那你就得到 它是一个 X 反数 对 X 微分 然后再把 X 固定 在 X 固定的情况下 把它切掉下去 就得到一个曲线 然后再对 Y 微分 这就是 gradient 那在这里呢 我们先把它 等高线画出来 先用这个 Peaks 函数 得到我的 X Y Z 然后取 gradient Z 是一个曲面 我这个曲面给它 它就可以帮我的 gradient算出来 那 gradient算出来之后呢 我就用 Contour 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就得到这个 有没有 等高线 等高线一块一块 这等高线我们之前就讲过 稍微讲一下 我们后面还有关于 更多有关于等高线的叙述 然后这时候 Hold On 就把它停住 就这个 Contour 不要让它跑掉 然后 Quiver 把这个 U V 就是它的 gradient 把它送进来 然后一起把它画出来 因为你必须 U V 知道它的这个 它的 gradient的方向 但你还是必须知道 X Y 才能够把它再某一点 画出来 然后画出那方向 再某一个基准点画出来 然后把方向画出来 然后再 Hold On 这时候 再打 X Image 让它的长轴短轴的刻度是一样 就 X 轴和 Y 轴的刻度是一样 结果我就得到这样的图 那这边我有几个提示 第一个 等高线和 T 度向量永远垂直 这就是我们的 T 度向量 T 度向量定义在这里 等高线为什么和 T 度向量永远垂直 这件事情有没有在维基分里面学过 完全没印象请举手 有印象请举手 有几位有印象 所以等高线和 T 度向量永远垂直 这个怎么证明 我们需要一个同学来证明 刚刚有几手同学 能不能下一次来证明一下 证明很简单 我觉得一步就出来了 我们待会找位志愿者 我们来看一下展示 展示有一个叫 Gradient Design Demo 但这是我放在其他地方 我应该把它Copy进来 我示范一遍 我示范一遍 谢谢大家 我们来看看这个范例 在这个范例里面 这是一个pix的区面 各位已经知道 这函数长得乱七八八很复杂 各位不用管它 但是假设说我给你这个函数 我请问你 你怎么样找到它的最小值 找最小值有很多方法 但是最简单我是暴力房 我这边切100份 这边切100份 总共合起来1万个点 我把1万个点丢到这个函数里面去 它只能把我算出来 就会有一个最小值出来 对不对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但是这个做法是暴力法 你今天是两个input 所以你切100切100 得到1万个点丢进去 如果有三个input怎么办 100乘100乘100 你有几个点 100万个点 四个input呢 100乘100乘100乘100 就多了不得了 1亿个点 那就算不下去啊 对 那比较简单的做法呢 有什么方法叫gradient descent 我就是从一个起点开始 譬如说我随便猜 我从这里开始 我要找它的最低点 那我就可以找它的 一路算它的gradient 这就是gradient 我刚刚讲过 这就是它的gradient gradient会等高线永远垂直 所以我就找鬼点 发觉鬼点是往这里 我就往这里走一点 往这里走一点 往这里走一点 往这里 这样一路走走走 就会走到这个最低点 这个最低点在这里 但那不是最低点 那个是一个低点 但不是最低点 那如果你运气好一点 你从这里开始 你鬼点发觉是往这里走 这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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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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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运的 你就走到这一点 这就是你要的最低点 这个就是所谓的gradient descent descent就是下降的意思 那这个很像就是 你要找一个函数的最低值 就好像你虾子在爬山一样 你要下山 但你完全看不到 你不知道山谷在哪里 所以你就拿着拐杖 这样 这里最低 就往这里走一步 然后再 绕一圈 这里最低 我就往这里走一步 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 你在做数学的时候 因为你根本不晓得 这个函数长什么样子 那你这样走走走 一直走 就会走到一个山谷里面 但很有可能你走到的是 不是这个最低点 而是最低点 那就是运气不好 那就可以从头再走一遍 随便乱取一点 然后再走一遍 那我这边这个demo 就是我在这里点一下 譬如说 我刚开始如果从这里走 譬如说我在这里点一下 有没有发觉就拉出一条线出来的 因为它的规点是往这里走 那个虾子它不知道最低点在这里 它就是 哦 这里最低点我就往前走 最低点我就往前走 它就发觉走走走走走 走一圈 有没有 它从这里开始 直到外面 直又绕回来 最后走到它的最低点 就是它的起始点走得不好 那如果从比较好的起始点是在这里 你又从这里走 诶 有没有 不同的我再暗一点就表示它起始点 暗一点走到这里 暗一点走到这里 那当然这里就会 这里就比较快一点 啪一下就走到 这里就走好远 绕了一大圈才回来 那它走的路径红色这条线呢 就是我们讲的gradient descent的路径 每一次都是梯度的反方向 梯度是爬升最快的方向 你在这里它算梯度 它就直到这里 那你走梯度的反方向 就表示你要下降 就一路这样这样这样走过来 所以你会发觉 这边就帮我们验证 有没有 你这个路径 远远都在等高线 全部都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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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你可以就试看看 这个是有趣的demo 你可以在这里点 比如说从这里走 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不用讲是走到外面去了 走不回来了 那如果你运气好一点 就走到这附近的话 它会绕进来 有没有 绕进来这里面 所以只要是你在这个最低点的附近走的话 都会掉到这里面来 但是如果你走到这里的话 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很有可能它还是绕回来 可能绕绕绕绕绕 好几年 然后再绕回来这里 那表示说它挑的路径不好 挑的起始点不好 那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最低点 如果说你从这里走的话 你就不小心会一直掉到这里面 这就所谓的在做optimization里面 你会被trap trap在一个local minima里面 你会被陷在里面出不来 比如说你从这里走 你看看 它全部都掉到中间这个 小小的local minima里面 那其实这还有一个现象 它走到这里面的时候 它会发觉 这是一个安点 就是好像一个 一个山谷一样 这样一个水沟这样往下走 所以有时候就是你要去想象一下 一样水沟它就走过来又走过去 走过来又走过去 就会走支支型的 这样咯咯咯咯咯一直走 那这种就是碰到规定地点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它会变成走得很慢 因为它是踏过来又踏过去 踏过来又踏过去 好像在缝衣服一样 它并没有办法 一次走到这个最低点就直直的往下走 是左右这样子 这样子所谓叫zic leg 这样一路走进去 我再示范一下在这里 就在这里 这个地方 比如说从这里走 从这里走 它都会这样一路交叉 其实这因为它step side设得很小 所以你看不出来 这样它从这里走过来 一碰到这条路 它就会左右左右左右 这样慢慢一路走进去 没办法一次走进去 所以这是gradient descent碰到的问题 有关的gradient descent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 这就是最简单的 你要找一个函数的最小值的方法 以前各位学的是说 你函数就令它微分 对不对 微分令它等于0 然后就去解它 就可以解出它的一个最高点 最大值或最小值 不管最大值或最小值 它微分都等于0 但是那是一个太理想的解法 因为碰到实际的问题的时候 你根本令它等于0 你解不出来 完全没办法解 所以就要靠这样的gradient descent这样走 才有办法走到最低点 好 我们先休息10分钟 我可以带融入这一切 快点再走 咱们回到最小值 Judic的一切 快点都没有 这是两个月的一切 我们先休息10分钟 再按下回见 几乎 河来 我们先休息11分钟 网儿 一切烈 你终于这种人 就是这种人